欢迎来到美厅 查理芒格的七条人生智慧让你摆脱穷忙 讲一件趣事 古神巴菲特每年都会邀请查理芒格出席股东大会 每当他讲完话总会询问芒格的意见 而芒格从来都是怂怂肩说 我没什么好补充的 有一年芒格没能出席 巴菲特竟摆上芒格的照片 用录音机反复播放那句 我没什么好补充的 他解释说 我一刻都离不开芒格 是他让我从星星进化成了人 作为幕后军师 查理芒格一直被视作巴菲特的秘密武器 他不仅是投资界的高手 更是逆袭命运的人生赢家 芒格原本家境优渥 却因经济大萧条陷入极度贫困之中 大起大落之间 他凭一己之力逆转命运发家致富 人生跌宕起伏 谁都可能突然陷入穷境 可比起芒格 很多人却是越忙越穷 为了帮大家摆脱穷忙 芒格把人生经验整理成了一本 穷查理宝典 这本书收录了他过去二十年间的座谈和演讲 是芒格毕生智慧的结晶 若想早日结束穷忙的恶性循环 不妨看看芒格给出的这七点建议 一 经常阅读 在书里 学者李璐谈起过一件往事 多年前 他有幸被芒格邀请 共进早餐 他准时到达后 发现芒格正聚精会神地看报纸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接下来的几次见面 即使他早到一个小时 仍早不过芒格 每次约会 他都远远地看见芒格一个人坐在那 安静地读书看报 后来 随着了解的深入 李璐才得知芒格有早读的习惯 芒格是出了名的爱读书 巴菲特称 他是长着腿的两脚书柜 他每天雷打不动的六点钟起床 找个地方读书看报 他说 我这辈子遇到的聪明人 没有一个不是每天阅读的 书籍 就像一日三餐 你很难说出他具体的效用 但读着读着 知识就悄悄转化成了养分 丰富了头脑 拓宽了眼界 人 只有在知识的指引下 才能预感到风口 识别出机会 无论什么时候 用知识赚钱 是每个普通人都能走通的捷径 二 拒绝从众 芒格在宝典中 反复提起过哥伦比亚广告公司 他本是行业内的翘楚 几乎垄断了整个市场 可随着房地产行业的兴起 管理者杰克维尔奇 却随大流转了行 他拿出几十亿盖酒店 结果市场饱和 酒店根本卖不出去 上亿资金打了水漂 原先的公司因现金流断裂 陷入困境 而杰克维尔奇本人 也受尽同行的嘲笑 芒格说 害了维尔奇的不是市场 是社会上愚蠢的从众习气 放弃独立思考 缺乏审慎判断 追着别人的脚步跑 最终都会陷入死胡同 市场的蛋糕就那么大 蜂拥而来的人 注定有人会空手而归 刚与芒格合作时 巴菲特也像大多数投资人一样 只购买低价股票 但芒格却极力建议 去买大公司的高价股票 因为大公司增长潜力大 他们的股票更有价值 几年后 那些买低价股票的公司多半业绩平平 而巴菲特的公司却一军突起独占凹头 巴菲特感慨 一个从不人云亦云的合作伙伴是你公司所拥有的最佳机制之一 其实随风跟跑的人并不轻松 每一次更换赛道都需要付出很大的力气 但可悲的是 这种努力是反作用力会分散掉我们的精力 而激烈的竞争下 人只有集中全部资源才有可能赢 芒格说 如果你因为特立独行而不受欢迎 那就随他们去吧 屏蔽外界的干扰 坚持正确的判断 用持续的勇气和耐心才能换来财富 三 逆向思维 穷查理宝典中记载了芒格的一段奇遇 一天 他去田间散步 与一位农人攀谈起来 农人说 如果我知道自己死哪里就好了 那样我就永远不去那个地方 芒格一想 是啊 知道怎么痛苦 人就会幸福 知道怎么赔钱 就知道怎么赚钱 原来 人生很多难题 只要反过来想 就能找到答案 芒格的这种逆向思维 适用于每个普通人 想想看 你怎么做 才会痛苦不堪 酗酒 吸毒 百病缠身 灰心丧气 那反过来 远离恶习 坚持运动 调整情绪 你就会幸福 你怎么做 才能一直穷 机械式的工作 苦干 忙干 低效 努力 那反过来 主动求知 积极探索 人就不会穷忙 与生活的较量 就像排兵不战 正面交锋 无法突围 转到后方突袭 也是一种战术 当难题挡住去路 绕到问题的反面 就能找到突破点 真正的高手 都懂得反其倒行之 知道了问题的来源 离解决问题就不远了 四 量力而行 在书里 芒格还谈起过一次 很特殊的经历 偶然的机会 他认识了一位日本老太太 得知他经营着一家小家具店 为了帮他赚钱 芒格给出了不少建议 比如跨行经营 进军股市 开连锁店 但都被老太太一一否决 老太太的理由很简单 我只做我懂的事 芒格一听 竟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 一个人只有专注于能力范围之内 才能成为行家 在书里 芒格提出过一个能力圈的概念 他说 一个真有本事的人 只在自己的能力圈中做事 他们看得清自己的边界 绝不做没把握的事 然而 遗憾的是 人往往高估自己的能力 刚刚胜任本职工作 就想挑战更难的任务 拼尽全力 却以失败告终 刚报考支撑考试 觉得自己心有余力 马上再报一门 结果全部考杂 创业刚有起色 急着多元化经营 又在不熟悉的领域 赔光了本钱 我们在急功近利中 早已忘了城市的关键 是量力而行 人在自己熟悉的领域 才能游刃有欲 而不适合自己的事 你付出再多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芒格说 别把事情搞复杂 始终记得自己能做的事 人的精力有限 划定区域 精准投射 才能射中财富的靶心 5.有目标感 格拉罕姆教授 是芒格最敬重的朋友之一 博士毕业后 格拉罕姆同时收到高校和芒格的邀请 两方都有极大的诚意 但给出的条件却是天壤之别 当教授的薪水不及做投资的一半 但格拉罕姆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者 起初 他拿着微薄的薪水默默无闻地做教书价 但最后 格拉罕姆却凭借学术研究 赢得了更高的社会声望 芒格感慨 每个人都必须想清楚自己要过什么样的生活 目标清晰了 人便可以不受干扰 扎实地朝理想挺进 在书里 看到过这样一个案例 职场上两个新人 A.希望自己的业绩能进入公司前三 B.没有什么目标 只是为了按月领薪水 工作中 A.有侧重的学习 如何策划方案 如何营销客户 如何与同事合作 而B.呢 却像个打杂的 一会帮人复印 一会跑腿买咖啡 一会打扫会议室 半年后 A.成功地拿出了几单业绩 升职加兴 B.却被任命为公用助理 继续打杂 其实 两个人都很努力 也都十分辛苦 但结果却是 一个忙出了价值 一个忙坏了自己 目标 是人生前行的灯塔 只有点亮灯塔 我们才能看清前路 不至于迷失在生活的丛林中 有没有明确的目标 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能走多远 不瞎忙万忙 我们才能用努力换回自己想要的东西 六 少想多做 有人说 查理芒格是投资界的幸运 但事实上 他拿到的人生剧本 却是非常烂 他五岁时 家族企业破产 六岁就要去杂货铺打工 十七岁时 珍珠港事件爆发 他中断学业 应征入伍 二十九岁时 为了给白血病的儿子治病 有倾家荡产 直到三十五岁 他才与巴菲特相遇 开启了自己的事业 有人问 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芒格回答说 少想多做 在书里 他一再强调 人一定要往简单处想 往认真处做 碰上麻烦 想再多都无济于事 还会令自己心里焦脆 倒不如顾好眼下 用工作治愈自己 在静代转机降临 你有没有这种经历 工作上遇到一点难题 就寝食难安 既怕搞砸了被人耻笑 又怕做好了 遭人嫉妒 碰上事业瓶颈 或是偶遇失业 就一蹶不振 每天揣测外界的看法 活得战战兢兢 很多时候 我们不是身体乏累 而是被内好压垮 想太多是另一种累 结果和瞎忙一样 换不来钱 当我们把大量精力 用于胡思乱想 生活将满负荷运转 生活最好的状态 到底是什么 是全神贯注地学习 工作 应对意外 解决问题 而这一切 都需要我们斩断思绪 拿出动作 不要去想出路 要用事去探路 人才有路可走 7.终身学习 彼得 考夫曼 是芒格的崇拜者 也是穷查理宝典的作者 是他 将芒格的数百篇文稿 收集起来 汇编成册 在书里 他谨慎地对比过 芒格和巴菲特 发现芒格最大的优势 是具备了多元思维体系 芒格不仅是投资专家 还是心理学家 经济学家 和思想家 他涉猎广泛 从建造房屋 驾驶轮船 到编制报表 文学评论 都深得专业人士认可 彼得曾问他 为什么要一直学 还学这么多 芒格说 未来属于终身学习者 知识爆炸的时代 不断充电的人 才能抓住机会 实现跃迁 如今的社会 再也不是 谁能吃苦 就能赚钱 所有人都在拼智力 我们进行的是 头脑比赛 而一个人最大的优势 是不断进步的自己 只有在学习上 坚持长期主义 时间才能 在我们身上起笑 智慧的增长 经验的积累 能力的提升 从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唯有时刻 终身学习 才能用更好的自己 借助命运 随时抛来的橄榄枝 穷插力宝典中 有一组经典问答 有个年轻的创业者 问芒格 我要怎么做 才能像你一样 活成一个有钱的老头 芒格笑笑说 很简单 每天起床的时候 争取比昨天的你 更聪明一点 只有让自己越来越好 你才能配得上 不断增长的财富 查理芒格 并非天赋一柄 也没有显赫的家世 更没有好运傍身 他的人生 可以被每个普通人借鉴 他让我们看到 赚钱 从来不是单纯的体力活 需要我们运用认知 发挥智慧 倘若一味盲干 随波逐流 人只会陷入穷忙的桎梏 而摆脱平庸 提升认知的契机 恰恰是经常阅读 终身学习 努力扩大自己的能力圈 坚持学习 我们都能过上富足的日子 订阅美听 我在这里祝你生活愉快